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我不能 因为从一开始 那个错误 他就是我 对不起 上年朋友的时候赵金麦 郭俊成等厨演的家庭剧 该剧演续上播剧情 讲述了大学毕业在即 四位新日同窗好友 正在经历各种困难 但依旧努力前行的故事 剧中赵金麦是男李妙妙 刚进入大学 就凭借自身魅力脱单了 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李妙妙的初恋男友 并不是学霸秦三一 秦三一从高中起 就一直爱恋李妙妙 但秦三一担心理想李妙妙高考 一直没有表白 这也导致了分隔两地 和性格大大咧咧的李妙妙 要根本察觉到秦三一的感情 一直把秦三一当根本处 但从李妙妙与秦三一的日常相处 可以看出李妙妙也喜欢秦三一 只是自己没有察觉 在面对别的男生告白时 李妙妙就迷糊接受了 当李妙妙宣布脱单的消息后 秦三一彻底坐不住了 隔天就立马回国 与江天号组成北战联盟 开始追击火葬场 而秦三一也没想到 李妙妙男友是个渣男 在李妙妙选择分手后 秦三一发现猛力的追求 这一刻李妙妙才确定自己的心意 两人终于走到一起 看着两人甜蜜拥抱的画面 这谁能顶得住啊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留言